好,今次我們試一間拉麵位於新宿江武紀丁 它很容易形容,門口掛了很多飛魚竿 首先在機場買了飛,賣完飛後就在門口排隊椅子 店舖裡面很小,大約只有八個位置 所以門口經常要排隊 我就叫一碗熱微拉麵,和一碗小的叉燒飯 叉燒飯,想不到是挺好吃的 叉燒小小粒,但都非常野味,有點像香港的五香肉丁 它的湯底真的非常滴油 你看到它一點都不油,可能因為用飛魚來咬出來 而且最重要是它不像外面的拉麵那麼鹹 所以吃完都不會很口乾 所以這一間店舖是絕對要來試一試 不過如果要來的話,就盡量要避開吃飯時間 否則就像現在那樣排長龍 而去上夜買手上的朋友,絕對要試這間橋底的鰻魚飯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你會見到鰻魚飯不會說燒到很乾 還會見到它零納納納,所以非常汁 還有鰻魚汁一點都不鹹,所以真的非常好吃 還有這裡的特色就是因為它在火車橋下面 吃一吃,你會聽到一些火車聲 絕對要來試一試 好,我們下條片再見,拜拜